目前我們都只有先保留給台北、新北、桃園市的醫學中心的急診 還有桃園機場的機組 所以目前如果要旅遊的話 我們目前是並沒有辦法提供 在目前整個疫苗其實大概自費 我說的自費市場的部分大概只有剩下1、2萬劑 所以在這方面大概我們會做一些公關 所以我們會建議這些民眾 如果你還是要有必要去流行地區的時候 要諮詢旅遊醫學門診的醫生 然後可以做的是先檢驗抗庭 因為在這個年齡層其實還有蠻多鼓勵 七、八層以上都還是具抗庭的 如果你有抗庭就不用擔心 但是如果你沒有抗體的話 可能就是要諮詢醫生 那你還是不是有必要來繼續你的旅程 如果你還是有必要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全程注意你的咳嗽禮節 然後戴口罩 然後勤洗手 那咳嗽的時候要呼出口鼻 做這樣子一個個人衛生的防護 那你們是否有這個人 那個人這樣說 鏡子 怎麼會有這個人 然後來給你 謝謝你們 你們